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过去过日子冬天真的受冻 过去北京市民到了冬天 穿着棉衣棉袄在家里过一冬是正常的事 今天屋里像北京市的供暖有规定不能低于18度 过去屋里个700度的太正常不过了 我小时候串门这平房屋里温度都在10度以下 很正常 家里富裕点的就多烧点煤 不富裕的就是扛着 尤其到晚上每个人都是搭背的里三层外三层 中间还各一热水袋 所以今天我们真的很幸福 一进家基本上都脱了 穿的很少 北方冬天的屋里并不难过 难过的是江南 再往南一点 比如到了我们的福建广东稍微好点 但是江南地区屋里确实也比较冷 阴冷 这些年因为有了空调 不在乎钱到冬天的时候把空调一打开 这南方潮湿 空调一热火 这屋里还挺舒服的 北方好开空调还受不了 太干燥 干燥到到处都是静电 那我们今天说出门 那我们今天出门 赶上这天寒地冻 还是得多穿衣服 多穿什么衣服 我瞧了瞧 大江南北穿的最多的衣服 是过去没有的 叫羽绒服 那古人没有羽绒服穿什么呢 我今儿就捧了一件文物 让大家好好看 这胡仁勇哥儿腊 这是著名的收藏家 安思远的旧藏 当年我去他那个遗产拍卖上 去买回来的 你看这件东西 大肠 我们今天说大肠就是一件大衣 你看他这件东西 袖子 从肩上迅速地开始收紧 收紧 前面 前面呢 这留了一道范 能看见里面穿的是什么衣服 最重要的是这领子 这领子一圈隆起 这一圈隆起呢 表明它是皮毛 你们可以想见这件大衣当时的情况 这个脖子上 这个脖子上有一圈软软的圆圆的这个皮毛 大衣呢做的特别的可体 中间成心 留这么一道缝 让你看见里面 这叫什么呢 这叫设计 这是一件北朝的人物 他早于唐朝 我们通过这样一件服装 可以了解到那个时代的人的着装 中国人的着装 历朝历代都在不断的变化着 皮毛 过去在人的家产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份财产 对吧 我们有句成语叫积业成球 说的是把那个狐狸啊 腋下的毛搜集起来 最后成为一件大衣 你把一个狐狸 腋下的毛搜集起来成为一个大衣 你就想想这个成本啊 这时间成本有多么的重 我过去讲过国宝100 国宝100里讲过球卫四器 那个球卫本身它就是一个皮货商啊 过去皮货商啊 身价还是很高的 今天看这个好像大家不怎么穿皮货了 所以这个皮货商呢 社会地位就没那么高 可过去不一样 过去卖皮货的人都牛的不行 那我们看看这些胡人的形象啊 同时期同类你可以找到 比如山西太原 徐显秀墓的壁画里 那个主人啊 就就是徐显秀 他身上穿着一件豪华的球皮外衣 气势十足 跟这个都差不多 只不过呢 今天的人穿皮草少了 对吧 今天呢 为什么穿皮草少了呢 几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因为环保 环保主义者呢 是不希望人穿动物瘦毛的啊 所以你在国外经常看到 有一些环保主义者游行啊 就是要保护动物 不能穿他的皮草 那我们就说呢 我们不去打野生动物 我们家养动物啊 家养动物也有皮草 我们今天有养雕的 养狐狸的 养各种可以利用的 瘦毛的啊 瘦皮 但是 环保主义者依然有他的态度 就觉得我们人今天啊 科技这么成功了 没必要老穿皮毛 那么皮毛呢 过去有钱人穿这皮毛呢 都是里头有衬 外头有 有罩 穷人穿就不这样了 穷人就直接穿了 比如老羊皮啊 羊毛冲外 我们看看到陕北农民穿的老羊皮 过去在东北啊 在内蒙啊 都有人穿老羊皮 那羊皮为什么 这么受欢迎呢 是因为它确实的郁寒 球皮在中国的历史上 我说的历史是我们有文字记载以来的历史上 它一直都是贵重的 至少贵重到我年轻那个时代 还是非常贵重 今天相对来说 球皮没有那么贵 你比如一件貂皮大衣 没有太多的钱 过去一件貂皮大衣 恨不得是你们家的 穷人的全家财产 你知道啊 皮大衣 所谓皮大衣呢 就是羊毛做礼的啊 在部队 在部队呢 是有戒的 我们的部队 发军服是这样 绵大衣是过着长江就发 皮大衣得过了山海关才发 那时候我在东北的时候啊 十几岁去干校 就穿过那个皮大衣 全副武装啊 羊毛的皮大衣 羊毛的大头靴啊 在冰天雪地半个小时以后 也会冻透 你想哪东北得有多冷 那我们的古人也是这样啊 古人他也怕冷啊 但是古人没这么好的着衣条件 冬季保暖是人类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我们过去的古人靠什么呢 没有羽绒这种衣服啊 也没有这种画签的这种制品都没有 那就是靠棉 早期的古人的那个棉啊 是丝棉的棉 不是棉花的棉 是丝棉的棉 我们在湖南长沙马蒙堆汉木中就出土了 十一件丝棉袍啊 这个他那个丝棉袍呢 就是也是这种很传统的胶领 右刃直居啊 这都是术语 什么叫胶领呢 领子交叉的 什么叫右刃呢 右边在前边 直居呢 是裙摆是直的 中国汉代的时候呢 上衣和下长就连接在一起了 它是一种流行的款式 这种款式叫身衣 你可以理解成长衣 就上下身是一体的 那么身衣的这种流行呢 实际上从春秋战国就开始了 再早中国古代的服装呢 是上衣下长呢 是分开两个部分 后来慢慢慢慢学的 把它这个剪裁在一起 缝合在一起呢 比较方便 那么身衣有两类 一类呢 是直居 居是下面 下面下摆这个位置 还有一种是取居 是斜的 到了我们的汉代 汉代我们都知道 是中国地质社会的 第一次经济高峰 那时候取居的身衣 就非常流行 我们从出土的 汉代的陶永龙 能看到大量的 你知道我们 很长一段时间 中国的古人呢 都是席地而坐 席地而坐 它是有很多规矩的 它首先对姿势 就是有一个严格的要求 标准的坐姿呢 是寄坐 所谓寄坐 就是跪坐 跪在那里 屁股顶住后脚跟 这个坐法 非常的累 不信你在家里试试 一般人 坐不住一分钟 你觉得 我们古人 怎么一坐坐好几个小时 我怎么一分钟都坐不了 你还就坐不了一分钟 不信你试试 如果你特别年轻 没准你能坐两分钟 但是岁数大了 一定都坐不了一分钟 这种姿势 做不了怎么办呢 就换一个姿势 这个姿势叫鸡坐 跛鸡的鸡 就是俩腿 往前伸 坐在地上 跟个跛鸡的姿势一样 这个姿势是非常粗鸡和失礼的 主要是跟那时候的服装有关 我们都知道 秦汉之前 中国人是不穿内衣的 一般人不穿 里面穿的裤子是俩裤腿 严格意义上讲 它不叫开裆裤 它就是俩裤腿 那你俩腿像波及一样的 往前伸呢 就很容易走光 所以呢 这个史记上有些记载就很有意思 比如荆轲次秦王 失败以后呢 他靠着柱子叫 鸡鸡以骂 什么叫鸡鸡以骂呢 鸡就是像波及一样 俩腿往前伸着 鸡是坐在那里 然后就坐在那 岔开俩腿 一通骂 他表示对秦王的一种蔑视 那么中国人真正大规模的穿上裤子啊 那就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 这是北朝的啊 到了南北朝时期 北方的少数民族相继呢 入住中原 就是各种各色人等呢 就杂居了 这个民族大融合 传统的这种身衣啊 就不大适合社会的一个需求 胡人的打扮 哎 就慢慢慢慢的呢 就影响了我们 影响了我们汉人 胡人的打扮是什么呢 他是叫裤者 什么叫裤者 裤就是裤子 裤者装呢 他在民间流行 后来就成为了北朝的一个正式礼服 所以他影响很大 你正式礼服嘛 那么他上下身就可以分开了 当时的这个 我们都知道中国这段历史时期 是南北朝对峙的 南朝保留了一些中原的传统 包衣搏带 这种穿衣的风格呢 在当时的社会呢 就形成一种风尚 它主要是以宽袍大袖为时尚 世人呢 就是有文化的人 士族啊 他对宽衣呢 有一种追求 他追求到什么程度呢 追求到放荡不济的地位 所以那衣服都都不讲究 里头都是裸着身子 穿着个大袍子就出来了 想干嘛干嘛 我们如果翻过头去看 中国的这个服装史呢 就是说在汉朝啊 东汉以前呢 那个男女服装的结构 差异性不大 大体相同 男女都穿一种衣服 但是到时候东汉时期 我们都知道汉朝经过了 这个200年的发展以后呢 哎 他的老百姓的生活和经济都提高了嘛 所以呢 他的衣服就开始发生变化 女装就把原来穿在里面的 如何裙呢 就开始外穿 表明我跟你不同 他就与男装的袍服 形成了一种差异 就是一看这是女人的 一看这是男人的 这种穿法呢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呢 就特别的盛行 这个 汉岳府啊 就说啊 相以为下群 子以为上儒 说的就是儒群 那么到了南北朝时期啊 还出现了一种圆领袍 圆领袍比较容易理解 就是领口是圆的 有点像我们今天的这种和尚山啊 和尚山 袍子啊 本身是一种带有棉续的内衣啊 是保温的 它是在深衣的基础上呢 发展起来 这种棉袍 你看到了民国 还有很多人都穿 因为它确实保暖有效 这个袍衣啊 就这种棉袍 最初是穿在里头的 后来到了汉代 逐渐逐渐就可以外穿了 那么魏晋时期呢 这个袍服就大行其道啊 我们今天你看 我们都穿几身衣服吧 不喜欢穿大袍 那时候人喜欢穿大袍 喜欢穿这种圆领的 这种圆领 因为我们刚才讲了 中国人是胶领的 圆领的呢 就带有极强的浓重的 胡服色彩 就是外来的 那么他身窄啊 这个袖子也窄 他是显得很精神 隋唐以后呢 由于隋朝和唐朝的统治者 本身的血统就有胡人身份啊 那么唐初的很多服装 他都受胡服的这个影响 这种窄袖 这种窄袖 圆领的袍子呢 就列为了一种官服体系 成为这个社会上最常见的一种装束 这就是我们的唐以前的大致服装风貌 到了初唐和盛唐的时候 北方游牧民族跟中原呢 就交往就特别多啊 加上李唐一脉啊 就是皇室呢 他本身就带着少数民族的血统啊 就他们的服饰也对女着男装呢 产生了重要影响 我们前面讲过啊 唐代的时候很多妇女愿意着男装啊 显得精神啊 显得精神 也显得妇女的地位跟男子平等 唐代女性的这种着装意识呢 这个胡服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他创造出了一种呢 整体的社会氛围 就是男女平等啊 你比如太平公主 她就喜欢穿男装 那么唐代啊 尤其是中唐以后啊 骑马交游就开始盛行 我们今天都觉得 哎呀骑马这东西高贵呀 优雅呀 但是在唐以前 骑马本身出行 是一个很野蛮的事 不是很光彩的事 他贵族认为他很低俗 因为先秦啊 包括秦汉时期 马都是用于驾车的 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士坐车上 南北朝以后呢 上层的这个男子啊 就出门的时候 有时候呢 他还是讲究坐车啊 说这骑马这个不行太野 那时候在一些隆重场合呢 他会认为你骑马就是有点失礼嘛 只有军人才骑马打仗嘛 但是到了唐朝长时间的啊 社会稳定啊 他上面的一些贵族呢 就喜欢骑马玩 玩呆玩去呢 就把这骑马这事给玩高了 就是骑马已经不再变成不入流的行为 而变成了一种时尚 对吧 这个我们都知道张护的诗啊 国国夫人承主恩平民骑马入宫门啊 国国夫人游春图啊 你看这些贵族妇女骑着马 一块游春 那证明什么呢 证明骑马的地位在提高 那么那时候呢 马术也就盛行了啊 张淮太子墓中的这个打马球的壁画 大家都看见过 是吧 唐代打马球变成了一种高贵的运动 我们说到这儿啊 可以再看两件唐代服装 看看唐代服装的神奇之处 这是一个唐人的啊 胡仁勇啊 这胡仁勇啊 这件我们不要看这人长上眼 看看这衣服啊 这衣服有意思 这是一件大衣 我们今天呢 偶尔也穿大衣啊 你比如我也穿泥子大衣 跟这样子差异不大 但是它有很多细致入微的地方呢 让我们看着觉得很神奇啊 你们注意看 领子尖上这个地方有两个圆球 这个圆球呢 明显的是穿了一根线 那么它这个领子是可以竖紧的 这个球状物呢 是一个装饰 然后这个衣服呢 下摆特别宽松啊 特别宽松 这有蝶蝎带啊 蝶蝎带我们原来讲过 就是随身带的一些器物啊 那么这件衣服啊 我们可以看看 我们可以看看背面啊 背面这束腰啊 这腰刹得不紧 看到吧 这腰身啊 显示的非常清晰 最关键的是什么呢 是这件衣服的这种时尚性啊 有两点 第一点 里外不一个颜色 外面是黄的 里面是绿的 对吧 第二点 注意看它的袖子 摞上去 我们今天穿大衣啊 甭管什么大衣 没见过谁把袖子摞上去 你想摞上去也摞不上去 但它这时候的大衣 它袖子居然可以摞起来 这摞起来 穿一大衣的这个感受呢 它就比较潇洒 我收藏了啊 官复博物馆里 收藏了很多这样的勇 我曾经有一个想法 就是把这样的服装 都把它复制出来 让模特穿上 让人感受 一两千年前人的服装的变化 你想想这个大衣 鲜黄色的 里头是翠绿色的脸 翻开大脸 旁边还有两个球 这两个球都想好了 至少要是玛瑙球 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件衣服的那种视觉冲击感 这件胡仁勇啊 这底下穿着这个靴啊 这种靴 软靴 跟我们今天的大皮靴是不一样的 它是软靴 你知道李白 为什么让高丽世帮他脱靴吗 他就是穿的这种软靴 自己脱非常费劲 别人帮着脱就非常省劲 就出现了李白让高丽世脱靴的故事 你们可以感受一下 我们再看看这个小的 这个小的唐三彩啊 跟那个大的年代差不多 但这一件 这个人物呢 相对比那人物身份高 你看他的脸型高贵 手里捧着一鸟 一看就是蹄龙架鸟 他有一点 这两件东西很接近 就是什么呢 是他们都是大翻脸的 这件东西呢 它的旋锤感很好 就是不像那个 那个还是看着像一种泥子似的材料 这比较厚重 这个相对啊 是一种丝绸感 所以它的下裙摆呢 旋锤感非常好 它也有蝶蝎带 这都是一个时代的 这个标志物啊 这个蝶蝎带转圈的都有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啊 这两件文物啊 这个穿越一千多年抵达现场 传达了一种 服装的变化精神 我们的服装跟我们的文化 随着中华民族的这个文化长河 不停的流淌不停的变化 你比如这个到了宋代啊 因为骑马这事到了宋代 也有人骑 他有一种裙子叫玄裙 什么叫玄裙呢 就是裙子前后都开叉 他为什么前后开叉呢 就为了骑马的时候方便 不会让这裙子 全堆在这个马鞍前面 每一种服装的生存呢 一定有他生存的道理啊 整个唐朝在初唐时期 女子的装束呢 他就受了很多胡人的影响 比如啊 他多是这种紧身窄袖 我们通过那个大衣 就能够了解什么叫紧身窄袖啊 他紧身窄袖呢 就使人显得非常的挺拔 半臂啊 就是我们现在说的短袖 在初唐呢 曾经是非常盛行的 他跟紧身窄袖的衣服呢 有直接关系啊 只不过那时候的半臂 就是短袖呢 是穿在如山外面的啊 就是长衣外面 穿一个短袖的罩衣 这种形式呢 完全是追求一种新颖的变化 我们如果往前倒 就说这种形式呢 早捍卫未尽时期都有了嘛 但是那时候并不被 广泛的大众去接受 可是到了隋唐时期呢 上不了台面这半袖呢 就该变成一种风靡 你们仔细想 我们这些年的服装 也是一波一波的风靡 因为我这个岁数 我看过五十年代 六十年代 七十年代 八十年代 九十年代 每十年一次的服装变化 有很多你认为 非常土的衣服 过两天它又忽然时髦起来 你认为非常时髦的衣服 过上十年八年 又变得非常的土 半袖这种穿法 到了唐中期以后 就逐渐逐渐就少了 那个那时候的服装呢 就变得越来越宽大 为什么呢 是因为这时候 已经开始流行 以胖为美了 这窄小的这个半臂 不太适合 唐朝整整将近三百年的时间 不是全部流行胖的 一开始不流行胖的 以胖为美 是唐中叶才开始的 所以服装也跟随着就变化 这种短袖呢 半臂呢 就不流行了 你想想 你穿一个短袖 那胳膊就显得特粗 那么半臂啊 就是我们说短袖衣服呢 它对中国服装的影响 是一直存在的 从唐以后啊 宋元明清 一直到清代的那种马甲 都能看到半臂的这种影子 我们现在啊 一说这个女性的衣服 首先想到的就是裙子 我们历史上也的确是这样 比如非常有名的是什么呢 是石榴裙 石榴裙 那么石榴裙呢 它的得名 你不用问 它肯定跟这个大红的颜色有关 那么后来呢 这个人们就从巨像 走到了抽象 就把石榴裙带直美人了 我这猫这厉害啊 这个就是 好家伙 就是玩嗨了 好 你看它这么大个儿吧 在那么小的空间里 哪都不会碰伤它 猫就有这点好处 手脚很轻 那么魏晋时期啊 女子的装素呢 她多为上如下裙 身衣也就慢慢消失了 上如下裙呢 其实我们可以理解为 上衣下长的一个发展 长和裙呢 都是下身的衣服 在文学表达里 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原来都讲过啊 如果你对中国古代服装 了解比较深呢 你有时候对它的诗歌 了解就比较深 你比如杜甫的名句啊 见外呼传收纪北 出文剔类满衣长 衣长 衣是上尸 长是下尸 就是我听到这个 安史之乱平定了以后啊 我痛哭流涕 哭的是上下尸都湿了 他说的是杜甫描述的是 非常激动的一种心情 你想上衣下长都是泪水啊 你看啊 从汉到魏晋时期 女子的裙腰啊 基本上都在腰线以上啊 他就是比较往上 我们现在腰就是腰 而且我们现在大部分时髦论的女子呀 那个腰线都是在腰之下的 在胯上的 他要露出一块来 每个时代你仔细想 他都是不一样的啊 那么唐代呢 裙腰多在胸上啊 其胸的如群呢 成为一种时尚 就到这个位置 和上衣一样 裙子在唐代是由出唐的 紧窄贴体到圣唐的 变得越来越宽松 回到了魏晋时候 这个包衣搏带的那个 着装分裹 所以我们说服装 它也是一个轮回 中原有很多传统 它跟这个草原民族呢 是不停的相互影响 所以它的社会的自由度 就比较开放 当这种宽大松弛啊 裙摆脱地的大裙子 成为主流的时候呢 它就会出现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浪费钱财啊 一个裙子使俩裙子的料 它太浪费钱财 还拖地啊 比如唐文宗的时候就规定啊 富人的裙服不得超过五服啊 夜地不能超过三寸 就是你在地上拖着那个地方 不能超过三寸 因为他妹妹呢 他妹妹叫延安公主啊 违背政令 穿着非常夸张啊 在宫廷里那个厌饮 然后皇上就不高兴了 就直接啊 就把这个 这个驸马给骂了一通 罚了两个月的心手 所以你看古人也知道节约 不是古人 皇上就不知道节约 他也知道节约 到了宋代 女子裙子的长度呢 他差不多就保持在裙摆 和地之间的一个 不拖地的一个关系 因为拖地毕竟是太浪费 而且也脏 这样从世界上呢 他就感觉呢 就是非常的简洁 如果你了解这些 你去看古画 你就会发现 我唐代的那个古画画人物的 都是裙子拖地的 为什么宋代就不拖地的 他实际上 他就是真实的一个表达 那么宋代人呢 由于他不能拖地 他就喜欢开始使这个褶皱啊 就让他多做一些褶子 让他有些变化 褶子呢 他可以使视觉上 你看这有褶子吧 就能显得比较瘦销 宋代的这种基本服饰啊 就是在抹胸或者如山下面 加这个 加裙子啊 再加上裙子 外与穿被子的搭配呢 是宋代女服的基本一个款式 宋代的被子呢 非常流行啊 通常是直领对经 两页开场 就这边开场啊 这个被子是不仅可以外穿 也可以内穿啊 它可以跟这种大袖的礼服搭配 这些服装的名字呢 我们今天都不怎么用了 你如果想了解它呢 你就多看一些古画 古画上的服装 一般都画得很准确的啊 我们节目中呢 展现了大量的文物啊 也讲了很多文物知识 如果你觉得故事没有听够呢 想了解更多呢 那你就下载官复APP 下载官复APP以后 有上千件的这个文创啊 周边这都是文创 这支杯文香杯都是文创 你可以抽奖去啊 下载注册以后 首页上你就可以参加抽奖 你有很大概率 获得你心仪的礼物啊 要相信自己的运气 我们刚才讲的都是啊 上古到中古时代 中国的服装 但我们的啊 近古时代 我们的服装 是什么样的变化呢 我们可以看两件瓷器 我们拿两件文物啊 这俩文物呢 上面画的都是人物 这人物画的都比较大 你可以看得比较清楚 我左手这件呢 是康熙年间的 我右手这件是乾隆年间的 中间隔着 隔着个大几十年吧 我们看清代的这个瓷器啊 尤其看清代乾隆年间 以前的瓷器 它大致上画的服装都是汉服 所以它基本上保留了 明代服装的一些特征 那么明代服装呢 基本上是程系宋代的啊 那么它主要的变化是在 一群之间的一个比例 这种比例呢 如果你不是研究的呢 你看着都差不多啊 那么一般情况下啊 我们都可以理解的 都是上衣短下衣长啊 下衣就是下长长啊 然后呢 这个它有一些小小的变化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两件文物啊 你看它的衣裙都比较宽松啊 下面都特别自由啊 有飘飘逸感 当然我们知道 画到这样瓷器上的这种妇女呢 一定都是当时的社会上流人 你看这是艳乐图啊 在那又跳舞又演奏 这边呢是七仙女啊 看到没有 这七仙女啊 这衣服啊 它的细节啊 你看它的细节的表达啊 身上的那些文饰的表达 材料的不同 都能看得很清楚 那么明代服装不同呢 就是它用的材料 在丝绸啊 葛麻毛球之外呢 明代服装开始了 大规模的使用了棉布啊 棉花 棉花的好处呢 就是它能够使每一个人 冬季都可以 这个保暖啊 这个 过去穷人过冬 是个非常痛苦的事啊 有了棉花就会好很多 你起码能够穿棉衣棉裤呢 能够不至于受冻啊 过去啊 过去这个我们看到一些 什么电视电视啊 有些文献呢 看穷人穿的啊 就特别苦 没有棉花怎么办呢 什么都可以去试啊 你比如24校里有一个故事 叫奴依顺母 他讲的就是 这个明子谦的生母呢 早死 他死了 死了又爹呢 就续贤了 又娶了个后妈 然后又生俩儿子 那后妈就对他虐待他嘛 冬天的时候 两个弟弟呢 是自个儿亲生的 就穿那个丝棉做的冬衣 却给这个啊 前妻的这个儿子呢 穿一个用芦花 就是芦苇的 那个芦花做的棉衣 那么有一天出门呢 他跟着父亲出门呢 这个明子谦呢 谦车的时候呢 因为冷啊 就哆嗦 结果绳子就掉落在地上 这父亲就有点生气 就斥责他 就拿鞭子一打呢 结果他衣服就破了 芦花就飞出来了 那父亲才知道啊 说这儿子 大儿子受到了这个后母的一个虐待 这个父亲回去以后 就要求呢 要休妻啊 我不要你这老婆了 你怎么能虐待我这大儿子呀 然后明子谦贵贵求父亲饶恕祭母 他说啊 留下母亲 只是我一个人受了 如果休了母亲呢 三个孩子都要挨洞 然后这父亲呢 就听了以后非常的感动 就依了这个长子 他这祭母听了以后呢 就是这个心里很悔恨呢 就知错就改 从此以后就对他跟亲儿子一样 那么我们都知道啊 中古时代 从宋太开始 我们中国人的生活 一直还算不错 那么棉花这东西呢 我们今天觉得棉花没那么重要 其实今天棉花是非常重要的 古代没有棉花啊 谁在冬天都没法过 朱元璋啊 朱元璋我们都知道 是中国历史上啊 由一个小要贩的 最后做成皇帝的这么一个人 朱元璋有句名言 说人生有三宝 丑妻 薄田 破棉袄 这破棉袄 别看它破 冬天可以预寒 我记得 我早年在农村的时候啊 很多农民啊 那时候生活也艰苦 到冬天穿一破棉袄 中间刹一根绳 就是穿上千层万层 不如腰绳一横 就是腰上几根绳 他身体就暖和了 那么朱元璋呢 由于他受过冷 受过穷 所以他一直强力推广 这个棉花的种植啊 所以就是啊 所有全国的耕地啊 十亩地要种半亩棉花 十亩地以上要加倍的种 要不然我就把你充军啊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中国的这个棉花的种植呢 它会有一定的比例 对老百姓的生活 会提供相当的一个帮助了 我们这两年啊 有个新词 很多人都知道了 叫马面裙啊 所谓马面裙呢 就是裙子的正面 有这么大一块啊 方方的这么大 一尺一尺多见方的 一个长方形的一块 带有绣工的这种裙子啊 一般是两块 前后摆各一块 所以这东西叫马面裙 马面裙呢 明朝的时候非常流行 大差不多 大部分人家里都会有马面裙 是妇女的 这个必穿的一种服装 那当然有一种说法 这马面裙怎么来的呢 说这马面呢 是上窄下宽 可是我看了看 那个马面裙的那一块绣品吧 差不多都上下一边宽的 这马面裙啊 清朝以后啊 汉人女子呢 就从这个明朝的衣服上呢 就衣裙的饰样上 就继承下来了 一直到清朝 一直到民国 这马面裙呢 就是中国女子裙子的主要饰样 今天其实实际上 那马面裙又好穿又好做 其实我都觉得可以做一些 到夏天说 女子穿上很方便的啊 我们最近这段时间啊 就是我看到 就是各种小视频里 就是好像《红楼梦》又热起来了 就说八几年的 八七版 那个《红楼梦》呢 这个引发了很多 现在年轻人的关注 因为那时候拍的戏 我们这些人看那个戏的人 今天都这岁数了 年轻人根本就没看过 有的90后 00后 他都没看过 看这会儿 把他找出来看的 还觉得很亲切 那么《红楼梦》里呢 是因为有大量的服装的描述啊 有很多描述 这种描述呢 你实际上可以跟这样的文物呢 一一对照啊 对照起来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这个确实是这个 这个样子啊 他描述的是非常的准确 我们今天如果啊 如果有机会再重新拍《红楼梦》 因为我听到一些大导演说 还是想重新再拍《红楼梦》 我说那《红楼梦》比较好拍 怎么拍 照实了拍 《红楼梦》怎么写的 你就怎么拍 《红楼梦》怎么推进的 你就怎么推进 120回 如果这个两回啊 拍一集的话 你能拍60集 如果你说我就一回拍一集 那更好120集 那就照着《红楼梦》的所有的推进 严丝合缝的向前推进 他穿什么衣服 你可以找到那个时期的一些瓷器 画得非常的清晰 我可以给你们提供大量的当时的图像资料 我们这一讲给大家讲的是中国服装的一个变化 中国服装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课题 也一十万块都说不清楚 这个我们呢 还有很多文创 就是你们在过年的这当下 看了我这个节目下载官复APP 一定记住要注册成功 就可以参加抽奖了 我们有上千种的奖品 等着你们去抽 相信自己的运气 你像这个织杯 这是我们最新的文创 可以给你演示一下 看看 看到了吧 底下可以点一个箱 既能保温 又能闻香 这两个盖可以互换 这是我们一个非常创新的一个织杯 这个织杯呢 将来会成为爆款 我们每天讲到最后呢 都拿出一些新的文创 给大家看看 这是我们的文创 鸭手杯 这两款 底下这两款呢 是我们的爆款 经常断货 上面两款呢 是新的文样 一个是牵牛花吧 一个是葡萄文 鸭手杯 我已经讲过很多次了 是这个明代 杯子里最有名的 它当年呢 比这个激刚杯还有名 这两年呢 很多人喜欢 喜欢这种厚厚的厚重的感觉 当一个自己一个主人杯 什么时候拿着 什么时候都高兴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拳头产品 这边呢 盒香 盒香我们都知道是药香 用各种复杂的香料 压制而成的 可以搁在床头 也可以搁在汽车里 搁在哪都行 只要你愿意闻这味就行 我讲过很多次 好香闻着第一感觉 都不是特别香 你闻着特别香的那东西 叫空气清新剂 那么这是一个便携装 就我们现在很多人出门 愿意到哪里点个箱 这是便携的 你看这两个两管箱 是可以装到这里的 这还有这个和香座的香叉 这个都可以坐在这里头 搁在这里头 那么一个是我们官复猫的 三花是你图 还有一个是官复猫的 韩西仔夜宴图 这些都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 这个精华 我们进行了二度创作 让官复猫呢 充当里面的这种使者 使我们很多年轻人 还有孩子 让他们尽早的 让他们更高兴的 接受我们的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不是一个虚的 很大程度上要通过一些 实际的东西呢 传递给大家 所以我们这些年 做了很多的文创产品 已经过千种了 几千种了 欢迎大家下载官复APP 并注册进来看看 还能抽奖 相信自己的运气啊 今天是初三啊 我这节目已经播到第四天了 前三天天天抽奖 这抽奖谁抽上了 赶紧用弹幕给我发上来 让我瞧瞧 你们都在哪里 一定要写上自己的坐标 坐标是哪里 中了什么奖 我看我照顾 都在看你 知道瑟琳 那时候 呢 就在那里 你也应该想找到 不得了 还不得了 和你 那时候 就在那里 想念着 我看你 我看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